怎么在你眼里我就成罪人了呢 你现在杀的都是好人 郭家月怎么惹你了 你竟然跑到医院里去杀他 黄龙姐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手上沾满的全是血 你要去哪儿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去放开 放开 你去找郭家月是吧 我可以告诉你 杀郭家月的人已经到他家里去了 你要去见他的时候 也许见他只是一具尸体 你说得没错 我可以制止他 也只有我可以制止他 黄龙姐 你听好了 如果郭家月有任何的闪失 我就跟我肚子里的孩子去听黄风枪 沈慧云 为了郭家月 你真的可以连命都不要吗 泰秦 我现在就去救郭家月 你可以原谅我吗 为了我们的孩子 你让我一次 如果真的是为了我们的孩子 你就去赎罪吧 请 时候不早了 你们早点休息吧 你早点休息 静儿 注意安全 好 我走了 好大的排场啊 请问您是哪路英雄啊 我受王龙杰委托跟踪你 司机下手 由于谋宗原因 我决定放弃 至少今天我不会为难你 这么说您是黄龙杰的师父 既然是前辈 请您有话直说 好 爽快 我只想以一个长者的身份请求你 两下罢手 行吗 我们都很清楚 上海很快是你们的天下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要负责生命的代价 值得吗 那您的意思 是任由你们滥杀无辜 而我们不管不顾 把黎明晴的上海 交给你们胡作非为吗 霍老板会有这样的想法 您说的两下罢手 前提必须是 取消黑色名单的杀戮计划 但是 以您的身份 根本就无法保证 所以 这个提议根本就不可行 我倒是要奉劝前辈一句 做蒋介石的殉葬品 这值得吗 您就把这次当作是对你最后的警告 你下一次出手的时候请记住 你的枪锁子会有你的亲人 就像黄龙杰今天面对他的妻子突然出现 你还忍心下手 而且 下一次 我不会再放过你 你给我小心了 你否则den the same 好 老板 那钱 你真的なく 你那个不аний 你肯定我 不怕火 好 但我为你 唐先生 毛仁凤今天在福兴岛 是骂了一天的人呢 骂就骂呗 只要你安全回来啊 就算给他打几下也没事 真是服人之箭啊 回来未必安全 陈毅长官还在汤文博的别墅里呢 他已经没有自由了 那毛局长有没有提什么事啊 要提 他当然是提黑色名单的事了 你慌什么呀 不是我们的事 是黄龙杰 这小子 他不是要挡我们的财路吗 我就在毛局长面前先告他一桩 我问毛局长 关于黑色名单 他黄龙杰是不是有个人的解释权 是不是所有人排除遗己 都可以在黑名单上 有真有删就可以了 毛局长听了大发雷霆啊 我看这一壶也够他黄龙杰喝的了 这么说 嘉月没事了 这个女人并非善类啊 我可告诉你 以后你对她敬而远之 你说得蛮轻巧的 你想想看 我们那些存在瑞士银行的钱 是自个儿长着腿跑去的 真是女人之剑 我懒得跟你说了 你让我休息一下吧 喂 韩战长 哦 你好 我是飞虎 王组长不在你那儿吗 他也没来办公室啊 好的 韩战长 我一定如是装 姓韩的好像又拿到了什么圣旨 他的金器晨又足了 明天一早 让黄组长去听训捷 妈的 保密局上海镇 敬严寒惶之深的大戏 流血流汗的 就是咱们这些无名小子 要不是今天抓姚剑德的那个家伙 被我的毒短击中 咱们今天就是无功而犯 什么毒的 只有一种解药 才能救你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少了六颗HR生物子弹 闪电的黄组长来领取的 我能不给吗 这种武器相当危险 美国人还在研究阶段 解药可一定要收好了 哎呀 你放心吧 都在玻璃箱里收着呢 好 我就知道你会去偷解药 你偷解药是为了救他 可黄昏的时候 他的枪口还冲着我 可他没有对着我 那是因为没有看见你 如果认出你来 你认为他会不会开枪 别忘了彼此的身份 他是共产党的间谍 你是保密局的特工 这就像硬币的正反两面 永远不能同时分出 可正反两面 也是在同一个硬币上 何况 我救他 是因为我恨他 也恨我自己对他的亲信 我不能让他死在别人的手里 我要亲手杀了他 你撒谎的技术 实在太糟糕了 他在哪家医院 你知道吗 连这个都没搞清楚 就去偷解药 你真是够傻的 你不也很傻吗 傻到来帮我这样的人 为了逼人耳末 他们一定会找一家私人诊所 从他受伤的地方 只有一条路 这段路 只有两家诊所 根据药效发作的时间 他一定会去第二家 你可要想清楚了 这些共产党的信念坚不可摧 就算你救了他 但是他知道你的身份后 他也不会原谅你 即使是这样 你还要坚持救他吗 我现在还不能让他去死 那你赶紧去吧 再晚他就没命了 他才会有没有人 产生的 你会吗 你最后一切 你不敢买 他就没了 他的身份 听者是一个人 他就没了 我已经回答了 你刚才有什么人 他就没了 他一人 就没了 这是什么 这不是嘴烧药吧 我认识你 你不是护士 你是闪电派来的 你那么错 是为了让我早点解脱吧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你的脸 你让我看看你的脸 他睁眼了 海良哥睁眼了 海良哥睁眼了 海良哥 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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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毒已经消失了 医生 这是怎么回事 病人已经退烧了 连心跳也逐渐减缓了 真的 这是好事啊 你皱着眉干嘛呀 对呀 可是 这简直不可思议啊 这简直不可思议啊 你并没有按照我的要求 厌其西国 而是擅自又安排了行动 闪电行动 闪电行动自有它的轨迹 况且共党为了应付闪电 特地组织了曙光 韩战长对此 应该了如指掌 国家月就是曙光 你只认它是曙光 那你必须要拿出足够的证据 这次无可奉告 你很自信啊 不过我要提醒你 毛局长现在就在福信岛 我和他见面的机会 要比你多得多 我想 毛局长也不会听信一面之词 否则他也不会把我从云南 千里迢迢地调来 你现在是越来越无尊者了 此一时彼一时远 那也是行事所逼 那我问你 你私藏黑色名单 这也是行事所逼吗 幸亏我昨天遇见毛局长 他跟我谈起黑色名单 我才知道 原来你给我的并非是原件 你只是摘取了其中部分的名字 来堂塞我而已 毛局长把名单交给我的时候 并没有说一定给你原件 况且 我是闪电行动的全权负责人 有条宗旨 我希望韩战长不会忘记 就是闪电行动 从来就不在上海战的行动规划当中 很好 所以你对黑色名单可以随心所欲地 任山任剑 真是无法无天 可惜啊 你的能力没给你增添底气 毛局长说了 现在上海的形势极其复杂 你的行动暂时缓一缓 这就意味着 原先的黑色名单已被血藏 所以我也不必要跟你计较 那个黑色名单是不是原件了 毛局长不可能做这样的决定 毛局长承认你是一个人才 他不会让你失业的 这些天 你还是带着你的人去对付那些人吧 这不都是些受无腹肌之力的酸文人吗 党国极其可危 他们还在用笔用电影冷嘲热讽 现在总裁需要耳根清静 毛局长觉得你是最适合干这活的人 谢谢你 谢谢你 还了我一份好名单 不客气 这可是原件 黄组长 你可以去忙了 对了 那我给你那份名单呢 我自然销毁了 假东西我留在干嘛呢 我希望你所言非虚 真正干净彻底的毁石灭迹 毕竟那也是核心部分的源泉 如果真的早漏了半点风声 我想毛局长也不会再有耐心 请你到复兴头喝咖啡了 贾远 你知不知道现在来找我太危险了 黄龙杰已经盯上我了 正因为这样 我才必须过来当面转告组织上的意见 组织上命令里面马上搬家 搬家 对 最近敌人加紧了搜捕 进步学生 爱国商界人士 还有一些文艺界的进步人士 都被列入了抓捕名单 我们要分出很大一部分精力 来保护他们尽快转移 你正好跟他们一块换个地方 不用这么紧迫吧 再说我手上还有韩天石这张牌 不 这是命令 况且你只是搬个家 曙光行动不会终止 我明白了 保证执行任务 对了 那份名单 虽然我们受了些损失 还是有些收获 我们破解的名单中 包括音乐学院的马斯和教授等 我们已经保护他们安全转移了 那太好了 嘉宇 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 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 尽快地找到更加完整的名单 只要有充分的证据公布于是 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罪恋 就会暴露无疑 一方面我们可以有效地 制止他们的杀戮 另一方面 还可以在政治上动摇他们的根本 我相信一定会还有一份敌本 包括我们安插在无松要塞 和复兴岛的同志 都在努力 要不这样吧 我再去找慧云试一试 好吧 嘉宇 一定要注意安全 嗯 你先离开吧 好 什么 郭嘉宇的家里 公司 我们都订过 没人 和他一起失踪的 还有他的乡里扬帆 一个叫燕子的事 他有所察觉了 会不会有内贼 我倒宁愿相信他是出于敏感 毕竟像郭嘉月这样的 不是愚蠢的对手 经过这样的遭遇战 躲起来是很正常的 可这样一来 他们在暗处 我们倒在暗处 尤其寒站长这点儿 废虎 你马上通知田宇 让他在我家附近暗中保护 然后让姚建德向寒天使 多要几个人 在附近设点儿 让萧枫专门负责一下车辆 还是我来吧 萧枫又病了 师父也去看他们 这个人太孤 太不合选了 还好有师父出身 多少能压制他一下 我看也未必 师父可是很宠着他的 小枫啊 小枫啊 你这样躲着黄龙杰 也不是个办法 现在的上海 毕竟还是国民党的天下 你这样跟黄龙杰顶着干 就不怕别人拿小鞋给你穿呢 在找到我姐姐之前 我不想再违行为黄龙杰做事 好 海亮 情况怎么样 慢点 没事 我好多了 你好了我就放心了 今天我来是要告诉大家 组织上决定我们暂时转入地下工作 对了 你在这儿不安全 到时候也得转移 好 我服从组织安排 但是那个黄龙杰 姐 黄龙杰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 她在佳科办公厂所附近 都加强了警戒 过去这么一失踪 黄龙杰也就惶惶不可终日了 这个黄龙杰 他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他以为我们会出连他全家 现在也好 也让他尝一下 惶惶不可终日的滋味 姐 还有一些更莫名其妙的事情 最近保密局光顾的竟是些什么 电影公司呀 剧社呀 对了 还有凯旦报社 听说前一阵一个专栏投稿 莫名其妙失踪了 是吗 看来 黑色名单的目标 开始转移了 真名在哪儿 他是个著名的诗人 漫画家 经常出席参加一些比会什么的 我们怎么能管得住 他这样的才子 什么才子 是动乱分子 他要回来 马上向我们报告 好 一拉他给留了 废虎那边呢 到时候 你们又找那些乱七八糟的来当替死鬼 你们就混了 开场 开场 站长 他现在就连抓几个文艺分子 也没那么容易得手了 死网下去 倒有九网是空的 抓来抓去 也就抓了一点小楼了 他不是要报效党国吗 就让他干活去吧 还有 现在的萧峰啊 是半公开的不听调节 田羽好像也是有心无力 弄得黄龙杰自己 也快消极代工了 这样正好 我要找机会去见毛局长 我会在毛局长面前 好好数落数落他 你下去吧 是吧 萧峰呢 师父 你该劝劝他 他是任性惯了 但替闪电做事 不能那么自由散漫 我希望到时候别逼我翻脸 苍龙啊 听说你答应帮助死神追查他的身世 查到一个代号物思夭夭的蓝衣社特工 本来这件事我不想跟你们说起 只想让时间慢慢的过去 一切自然消磨掉 但是 眼看着你们兄弟之间相残在即 你 我不能不告诉你一些事实 其实 这个蓝衣社五四一一特工 你是认识的 刘雨 我专心思过 jaar 你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吗 那時候的我 對未來充滿憧憬 滿心的鬥志 那時多好啊 現在國家弄成這個樣子 是我的錯嗎 我也是有心救國 無力回天 你錯在獄中 你有權利嘲笑我 畢竟我欺騙你這麼多年 可是工作以外 我對你是不是真心的 你不清楚嗎 對 我是愚忠 但是 哪個朝代 不都是用我們這種愚忠者的血 來書寫歷史的嗎 我倒想是上陣殺敵 血染殺傷 可是我有你 我怎麼能捨棄你呢 龍傑 你一個人 能改變什麼 就算是書寫歷史 也是遺臭萬年的 遺臭萬年 那天 我累了 我不想再幹了 輝雲 我聽你的 我不幹了 老子不替他們賣命了 我要卸下歸天 真的嗎 太好了 為了我 為了孩子 我們就太太平平地 過日子吧 不要再有那麼多的糾結 我真的是害怕死了 只要你回頭 比什麼都好 對了 伯父找到我們了 他馬上就到上海 义父 我看 你還不如在蒼龍那邊應付應付 總貴是同門兄弟吧 我看你還不如在蒼龍那邊應付應付 總貴是同門兄弟吧 我看你還不如在蒼龍那邊應付應付 至於你姐姐 現在也躲藏起來了 一時半會兒找不到 你現在這個樣子 消極富賢 最多是個籠子瞎子 要是蒼龍那邊有什麼行動 你或許能探討些什麼體系 看 說曹操 曹操就到 怎麼又把我軍法重施 看你說的 達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 我是專門來在師父面前 向你賠禮道歉的 有本事的人 誰沒脾氣呢 可是現在危在旦夕的時刻 咱倆就別鬧情緒了 好嗎 你是有什麼事要找我做吧 還真是有件難辦的事 只有你出馬 我心裡才踏實 謝謝你的抬舉 什麼事啊 盯著我老婆 你老婆 上次行動你也看到了 我老婆和郭家月有點聯繫 可是她現在防著我 我拿她也沒辦法 誰讓我寵著她呢 如果你能悄無聲息地跟著她 也許能從這條線上 找到曙光小組 當然 千萬不能讓人察覺 是我支持的 怎麼樣 那小子沒拒絕吧 我來找他 就料定他不會拒絕 也許是受師父的影響 但是我對他 還是不大放心 你們兩個盯緊他 萬一有什麼不對的話 那要怎麼樣 儘管其變吧 開車 買菸了 香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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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香菸嗎 要分 你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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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沒有了 電子 你進去看看 看看有沒有 你去吧 姑娘 你剛才有沒有看到一個男人進來 沒有啊 真的沒有嗎 那個人可是一個壞蛋 壞蛋 你別嚇我 我真的沒聽見 怎麼樣 沒有 走 好 夏大哥 他們走了 定香 謝謝你 我也帶走了 你不明白的 我是註定要走的 你知道我是什麼人嗎 我知道 那我也願意 我告訴你 他們說的沒錯 我就是一個壞蛋 我就是一個壞蛋 他們在說什麼 就會發生的 很愛 人生 別人 爸爸 我不是有兩位 我不是想要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多少钱一个 十块钱一个 挺便宜的 来一个吧 拿一个吧 好的 您拿着 这是找您的钱 小姐慢走 来看一看哪十块钱一个 先生来一个 干什么 放开 伙计 点水 好的 伙计 来点茶 您稍等啊 坐 黄龙杰有消息吗 没有 连寒天石纳都查不到他的行踪 这家伙就像一头蛰伏的鳄鱼 冷不丁就会窜出来咬人一口 危害心很大 我想 我们再找他 他肯定也在找我们 现在这个时候 就得看 谁更能够沉得住气 贾跃 运势到这个时候 运要多加小心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不要再主动去联系沈慧云 我明白了 现在解放军已经把上海的四面 都围起来了 你看 这里却安静地奇怪 我真担心 敌人正在策划更大的阴谋 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我看这里也不能久留 我先走了 好的 上海防线固若金汤倒是谈不上 可是这次 有总裁亲自在复兴岛的前线押阵 只要我们能够在上海坚持半年 我想世界的格局 也会因为上海战役而发生变化 那你对毛局长的最新指示 是怎么看的 军人的天职 就是服从命令 我黄龙杰一定会坚决地执行 上级下达的命令 这一点我绝对相信 你也可以很好地完成这些任务 不过我的手下 你可以随意调动 在这个时候 我也不得不提醒你 要摧毁上海重要的设施 你也得安部就班 抓捕和处理文艺权的政治要犯 你也要格外小心 这个你放心 我会把这些和黑色名单的剩余部分 融会贯通 我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一口吃不成胖子 我问过毛局长 他的态度是 黑色名单的任务 你暂时放一放 可是名单上的很多人物 都收到消息 闻风而到 输光的负责人 虽然神龙见首不见尾 但是他的真实身份 已经出路端倪 你刚才不是自己已经说了吗 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 难道你想抗拒毛局长的命令 龙姐 我该说的都说了 在这个时候 我希望你还是好自为之吧 真是个余末倒带 都这个时候了还看不清形势 怎么 您肯肯定党国真的不行了 报纸和杂志上 不是天天在说 那个顾若金汤 顾若金汤个屁啊 顾若金汤 你跟他一样 梦想的总裁和汤司令 能够死守上海吗 中华民国这一页 快要翻过去了 怪不得 我认识的那些达官显贵 他们都忙着在搞什么 机票 船票 还机票了 你想都别想了 就是船票我正在发愁呢 那是 倒是有一个途径可以试试 你都发愁的事 谁有这本事啊 郭家粤 你不是说 那个黄龙杰 正背着那拼命地逮捕他 而他已经躲起来了呀 是啊 我愁就是愁这一点嘛 都这个时候了 这个黄龙杰还死咬着 这个黑色名单不放 话说回来 我要是找到郭家粤 他肯帮我们这个忙吗 我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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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 你知道别人的 你 Rough